中国大陆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 大陆11月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为99.87 是两年多来首次跌破100大关 年关将至眼看企业资金链又挺不过去 就将再度涌现新一波企业主跑路潮 大陆媒体统计 今年截至10月初 就将全省有228名企业主跑路 甚至9人因此走上学路 日前大陆首家太太学院在北京正式开班 虽然开出一年1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学费 但因号称可以教大老婆们房小三的绝招 有欲千人上门询问 不过要想进门上课并不容易 可以提出坐有千万家产的证明 才能列入学员候选名单 大陆互联网资讯办公室副主任钱小千透露 到今年11月底 大陆网民已超过5亿 普及率37.7% 预计2015年前达到45%的目标 将会大幅提前实现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